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2017年的12月3号 离年已年将领起的第一个主日 教宗方极各在主持三中心祈祷活动时说道 将领起是让我们接纳那来与我们相会的上主的时期 让我们证实对天主的渴望 展望未来 并为基督的再次来临做准备 当天福音邀请我们当心和警醒 那么谁是我们要当心和警醒的对象呢? 教宗说 他就是在喧闹的世界中 叫我们不让自己被分心和肤浅事物所压倒 却鼓励我们以完整和有意识的方式生活 并且特别关注他人的内味 教宗解释道 这种生活态度让我们了解他人的眼泪和需求 让我们能理解他们的人性和灵性的能力和素质 提醒我们要当心的那一位 也要求我们转向世界 力求抵聚世界上的冷漠和残酷 并且要以一种理解的目光 来认出个人和社会的困苦和贫穷 并且也认出每天小事物上隐藏的财富 教宗说 警醒的人不让自己气馁 不丧失希望 不失望 与此同时 他们还拒绝世界上的许多虚荣的诱惑 在此背后 他们有时也牺牲个人和家庭的时间和安宁 所以当心和警醒是允许上主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的必要条件 2017年的10月11号上午 在圣伯多禄广场 有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朝圣信友 参加了教宗方济各的周三公开激进活动 教宗在要理讲授中 强调基督徒要警醒等待与复活的基督相遇 教宗解释说 警醒这个主题是新约的一条导线 福音告诫我们 要时常准备与基督相遇 如同仆人时常醒悟 等待他们的主人回来那样 在基督徒的信德中 没有比这个与上主的约会更加确定的是了 那就是在上主来临时 我们必能与他相会 因此 基督徒总不可以松懈怠慢 却应该随时准备接受救恩 热切期待这相遇 教宗问道 你们是否想过 当耶稣来临时 我们与他的相遇将是怎样的呢 那将是一个拥抱 一种异常的喜乐 极大的喜乐 教宗接着指出 做基督徒不是为了自寻烦恼 而是要有耐心 知道即使在某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里 也会隐藏着一份恩宠的傲机 事实上 没有任何事物是徒劳的 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境遇 是完全缺乏爱的 没有任何一个黑夜 能如此漫长 以致忘却黎明的喜乐 黑夜越是深邃 他就越接近黎明 若我们与耶稣结合 艰困时期的寒冷 就不能使我们冻僵 即使整个世界与希望作对 扬扬未来只会带来黑云 基督徒却仍然晓得 在那个未来中 会有基督的再次来临 教宗说 慈悲的耶稣 临在于人类历史的终点 这个思想 足以让我们秉持信心 而不去诅咒生活 因为一切都将获得救赎 我们将会受苦 会有烦恼和愤慨的时候 但对基督的甜美和强烈记忆 必不使我们陷于诱惑 把这生命视为挫败 我们认识了基督后 就不能不怀着信心和希望 来审视我们的历史 因此 我们不可自我封闭 不可对过去怀有伤感 认为那是黄金时代 却总要向前看 明认这未来 不只是我们手中的事业 它更是天主圣意的恒定安排 一切黯淡的事物 总有一天将要成为光明 因此 基督徒要警醒等待 与复活的基督相遇 教宗房基哥于去年12月1号 将临起第一主日 再度强调 耶稣在福音中 敦促我们要为了祂的来临 而保持醒悟 教宗对此表示 保持清醒 并不是意味着 一直睁着眼睛 而是使自己的心自由 并转向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为他人服务 教宗继续解释福音中的 保持警醒 就是关注周遭 处于困境的人们 让他们的需要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而不必等到他们来 向我们寻求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